大家好,欢迎收听人生胜利组,爱丽丽的小编,其成为植物人,或者是最令人心痛的一个状态,他们丧失了大脑的部分功能,没办法好像常人那样活动,但仍未就是这样而死去,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已经不会再对外界有任何的反应,但其实他们的意识是被困住,而且有可能交流的。 植物人深陷所谓的持续性植物状态里面,他们或者可以抹大眼睛,咕噜咕噜那些奇怪的说话,但无法对周围做出回应,他们就好像僵尸一样,似乎完全活在自己的意识里面,无思想或者感觉,连医生都无能为力。 然而,英国神经科学家Adrian Owen指出,植物人其实有着完整的意识,只是这些意识迷失了在受孙的身体和大陆里面,造成他们困在身和死之间的灰色地带,不断地被侵蚀,这样的意识其实是有可能交谈的。 Owen说,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到一种与植物人沟通的方式,这件事的起点发生在2005年,当年23岁的已婚女子Carol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两架车撞到,被医生定义为植物人。 Owen初次见到Carol的时候,她已经在病床上睡了好几个月,而且没有任何意识回复或回应外界的迹象。 Owen当下就决定利用功能似共振、素描而MRI的仪器来与Carol沟通,这台仪器能够分辨到患者的哪个部份大脑是活跃的。 她说给你仍然有完整听力的Carol说,想想,其实你在打网球,去摆动一下你的手臂吧。 奇迹发生了,Carol就好像一般的健康群众一样,她大佬的前运动皮膝区开始激烈的活动,代表着已经要为照下来的肢体活动做好准备。 这样也代表着Owen找到Carol,也即是找到了她的意识。 另外一个奇迹发生在2012年,还者的名叫Scott。 他是1999年,年底被一架赶去犯罪现场的警车撞到,就是这样,昏迷了12年。 他的家人都肯定他的意识清醒,但没办法证明。 而Scott看下去也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植物人。 我们请他看到前面的镜,他没有反应。 我们又请他摸一下他的鼻子,他也不动。 请他伸舌头,也没有动静。 Owen请Scott想像打网球。 想到他的反应,我至今都起了鸡皮。 Scott就好像Carol一样,前运动皮质开始活跃。 这样代表着他的家人说得没错,他依然有意识存在。 Owen接下来有请Scott想像一下在家走路的场景。 他和大佬同样做出了反应。 这个时候,他们老便发现出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。 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植物人,究竟会不会感觉到痛楚。 但如果Scott说是,他已经痛了十二年这个想法太可怕了。 他的家人又会怎样想呢? 他们向Scott的母亲寻求了许可,然后也是问出口, 你,有什么痛苦呢? 如果是否定的话,请想像你在打网球。 前运动皮质再度活跃,他们今次知道, 这个是Scott跟他们说不是的信号。 当他们告诉Scott的母亲听这个答案的时候, 他显得非常平静。 我知道他并没有感受到痛苦, 会有的话,他一定会告诉我。 Scott成为了他们一个相当重要的案例, 他可以借着仪器跟他们交谈。 他还记得他是谁,知道他是谁, 也都清楚自己分为了多久的时间。 对于他在事故之前很喜欢看曲棍球, 所以家人常常会放比赛片段给他看。 而Scott也回答, 到现在这一刻,都依然非常喜欢曲棍球。 但Scott是2013年不幸死于医疗并发症, 这一个是一种常见的情况, 因为身体处于一个充满病菌的医院里面, 会逐渐变到免疫系统减弱。 虽然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跟他说过话, 但我们都觉得认识他, 也都深深感动了我们。 虽然他们还没找到一个方法, 可以像患者的意识拉回身体里面, 但他们已经深信, 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和植物人沟通。 OFIN或者也都期待这样的医疗自备, 有一天可以变得又便宜又普及, 来到植物人的家属都可以跟他们交谈, 或者两方都带来希望。 好吗?